固承外形搭配高效性能 全球汽车龙头之一的丰田 去年10月推出新型缓冠系列豪华轿车 成功性爱车人士关注 如今又传出这份忍心的好消息 丰田6号公布会计年度第三季净利 和去年度同期相比大幅增加86% 超过一兆3600亿日元 折合新台币约2900亿元 因日元弱势和油电户和动力车大受欢迎 丰田年度前三季在所有地区 销售成绩都相当亮眼 丰田对于销售能力颇有信心 将年度尽力预估从原本的3兆9500亿日元 上调到4兆5000亿日元 而在6号收盘市值更是来到51兆日元 成为第一家超过50兆日元的日本企业 同样受惠于日元贬值的企业还有这一家 日本电玩游戏公司任天堂所推出的 游戏主机Switch销售稳健 加上任天堂近期发表一系列热门游戏 更延续了Switch热度不衰的好成绩 对此任天堂也宣布调高年度尽力预测 从之前的4200亿日元调至4400亿日元 任天堂的Switch步入第八年 外界推测可能会有新型主机即将问世 不过任天堂依旧守口如瓶不愿多谈 相信新产品推出后又能再次击小售大涨 静新闻王家正王新美报道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静好新闻